狐狸猫和爸爸一同整理家里的花圃时 爸爸说 要将花圃里多余的杂草拔掉 才不会抢走旁边杜鹃花的养分 狐狸猫的力气太小 大株的杂草怎么拔都拔不起来 于是就只将地面上的草摘掉而已 爸爸提醒狐狸猫 拔杂草要连根拔起啊 如果没有连根拔起的话 植物地底下的根还是会继续吸走养分 这样旁边杜鹃花的养分就会被抢走哦 狐狸猫想起老师介绍植物的构造时有提到 植物体内的围管树 在各部位间形成连通的管道 可以运送生长所需的水 矿物质及养分 那这些养分和水分 到底是如何在围管树中来来去去的呢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植物体内 是如何运输这些水和养分的吧 植物的根部吸收水分后 会借由围管树中的木质布将水分向上运输至金 叶 花 果实 全身部位 而土壤中的矿物质也会溶解在水中 跟着水一起由根部向上运输 为了增加吸收水分和矿物质的表面积 植物根部的表皮细胞会向外突出 形成遍布于根部表面的丝状根毛 前面有介绍到植物所需的水分 会借由木质布运输 植物所需的养分 则是借由韧皮布来运输 那我们先来看看植物体内的水分 是如何运输至植物体全身的吧 当植物根部的水分与矿物质 经由木质布运输至金与叶片后 其实只有少部分的水会在植物成长过程中使用到 大部分的水分则负责一项重要的任务 水分会由叶片表面的气孔散失于空气当中 这种现象称为蒸散作用 由于植物的木质布 由根、筋到叶 连成一条充满水的细管 当水分从气孔蒸散时 便会产生一股向上的拉力 把筋内的水往上拉 根部的水分也随之上升 由此可知 蒸散作用是植物体内水分向上运输的主要动力 所以水分在木质布内的运输方向 只能由下往上运输 此时狐狸猫想到 之前利用显微镜观察叶子下表皮时 看到在表皮细胞间 有很多像嘴巴呈半月形的细胞 中间还有一个小孔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气孔吗? 没错 这个小孔就是气孔 气孔是水分蒸散 和气体进出叶子的主要通道 很像我们的鼻孔 陆生植物大多分布在叶子下表皮 由保卫细胞控制气孔的开闭 当白天有光时 保卫细胞会吸水 膨胀弯曲 此时气孔张开 当夜晚无光或干燥时 保卫细胞则会脱水萎缩 气孔则会关闭 那现在我们来练习一下 当植物由土壤内吸收水分时 会利用下列哪一个作用 来促使水分向上运输呢? A. 蒸发作用 B. 渗透作用 C. 蒸散作用 D. 吸收作用 答案是C 植物是利用叶片上的气孔 将水分散失到空气中 并借此产生一股向上拉伸的力量 成为蒸散作用 啊... 狐狸猫这时终于连根拔起了一株杂草 发现根部还有许多分支 有些根啊 还有长出一些块状的构造 狐狸猫突然想到 这些块状构造内装的是不是养分呢? 这些养分 是不是由叶子型光合作用而来的呢? 这株杂草 是不是会将养分 运输至根部储存呢? 没有错 狐狸猫的假设都是对的哦 我们以樱花树作为例子 你知道为什么春天的时候 樱花树在没有叶片的情况下 也能绽放美丽的花朵吗? 因为啊 在过冬叶子掉落之前 樱花树的叶子所制造的养分 一部分由韧皮布向下运输到根部储存 到了隔年的春天 储存在根部的养分被分解 再经由韧皮布向上运输至金 提供樱花树开花 以及长出新的叶子所需要的养分 因此 养分在韧皮布内的运输方向 可以由上往下 将在叶片型光合作用制造的养分 运输到植物体根部储存 也可以由下而上 将储存在根部的养分 向上运输到特定的部位 我们来总结一下 植物借由围管树这个构造 来运送体内的水分和养分 而围管树分为木质布与韧皮布 下列关于植物体内物质运输的方式 哪一个叙述是正确的 A. 水分与养分 分为水分与养分两种 水分与水溶性的矿物质 由木质布运输 由下而上 以增散作用为原动力向上运输 而植物的养分 则是透过韧皮布由下而上 也可以由上而下 双向来运输哦 我们来统整一下 这堂课所介绍到的重点 1. 植物的根部有许多细丝状的根毛 是由根部表皮细胞向外突出所形成的构造 与土壤直接接触 跟毛的数量相当多 可以增加根部吸收水分的面积 2. 木质布细胞在植物体内连接成细管 大部分水分会从气孔蒸散出去 这种现象称为蒸散作用 蒸散作用产生向上的拉力 将细管内的水往上牵引 是植物体内水分上升的原动力哦 3. 土壤中的水分及矿物质 由根毛进入植物体内 到达根部的维管树后 经由维管树的木质布由下而上 单向运送到各部位的细胞 4. 植物形光合作用所产生的养分 由叶子维管树内的韧皮部运送 从上往下到植物体各部分的细胞内 供细胞利用或储藏 5. 出藏在根的养分 在植物需要时可以经过分解 由韧皮部由下而上 运输到植物体内所有需要养分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